你们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第三节 就是采高与负款循环的重大测暴风险 那么在这一节当中 我们有两个考点 在前面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说明 第一个就是重大测暴风险的评估 在评估的过程当中 在本节当中最重点是要看例题 有六个例题 然后从我们第九章第十章 或者是说十点三九点三 他都是要讨论重大测暴风险 背后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所以第三节是这么两个考点 先我们来看有关采高与负款 认定层次 比如说相关交易类别 账户余额等 有哪些重大测暴风险呢 我们教材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做了一个归纳 所以老师就把它放到这个表当中 第一个就是没有完整记录 各位同学 你就想一想 在采购以付款这一张 他第一个问题是 他没有完整记录 其实就是遗漏信息低估了 请注意低估了 遗漏了 那么刚好是以应付账款为例 应付账款为例 他就是完整性认定的错报 就是未入账 对吧 他的风险当中 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讨论 没有完整记录负债 比如说流动负债的应付账款 和其他的负债 都是谈未 截止到12月31日未入账 那么采购与付款这个业务循环 他在报表当中 他的错报风险 典型的就是未入账 当然呢 我们在第九章销售与收款 他的风险呢 重点不是未入账 是多记了 是存在和发生认定 收入的发生认定 这个应收账款的存在认定 所以我们在选每一章 是要告诉自己 这是未记录的负债 那么我们知道 在第十章啊 采购与付款 它是这样的 你采购与付款 我们划三个丁字账 你就能理解 未记录负债 负债在哪里 我们以应付账款 刚才提到的 以应付账款为例 比如说应付账款 应付甲公司 应付移公司 那你要记应付账款 就是说明我是采购嘛 我采购回来的是什么呢 请看 我采购回来的甲金说 我是需求部门 是办公室 我采购回来的是管理费用 可能呢 我采购的 我就是 比如说在第十章 考到了这么一个问题 我请一个网红 或者明星代言 给我做广告 所以他这个就是什么 销售费用 虽然他不是说采购的 这个重货啊 但是有这么一个采购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这就是我采购当中的 好 还有大家最熟悉的 就采购回来的是什么呢 存货 或者是固定资产 甚至是无形资产 对吧 那么你看一看 他刚才说了 哎呀 扫记 漏记 负债 我们 以应付账款为例来理解 以他为例来理解这个问题 你扫记 那我就想 应该怎么记来 借费用 借这个存货 借固定资产 但应付账款 如果扫记这个第一笔 那么贷房少计了 借房也少计了 明白吧 当然呢 我们在采购与付款当中 它的重点是入账 你说你应付多少 应付一百万 你付了没有 那是支付 对吧 支付 那这个是银行成款 先确认负债和购买的费用资产 这个要么是费用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要么是资产 重复固定资产 再支付这个货款 先记这个一笔 一百万 再就支付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先记账 这是后 办理付款 这个能听懂 把这个丁字账 搞清楚 就是说 采购环节的 这个采购与付款 有两笔 会计分录 或者是说记账 我搞清楚了 我反过来可以理解 第四章 第三章 它的重大筹拨风险 第一个问题就是 没有完整记录负债 我就想到刚才的 贷 应付账款 借呢 借不就是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我的存货固定资产 对 好 那我下面就谈费用了 你看到吗 刚才谈的是负债 你负债少计了 你费用呢 可能少计 对不对 可能少计 当然有的可能多计 因为我们说少计呢 少计费用 是为了高股利润呗 多计费用 那就为了少计利润 降低本期的税负压力呗 好 费用支出可能多计少计 负债可能少计 费用可能少计 可能多计 费用支出可能记得不正确 就说对采购于付款 这个业务循环 我把它放到 这个业务循环本身 老师刚才给你画了三个钉子上 我这么理解 我就不矛盾了 对吧 还有呢 我们在付款的时候 他说 我记录的外面交易 可能不正确 当然还有可能 未记录的权利和义务 重点是什么 第一估费用 第一估负债 那么我们知道了相关交易类别和账户余额的重大戳破风险 我要识别 我识别出来了 应付账款 完整性认定有戳破 费用少计了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 他怎么考来 他就放到综合体来考 综合体各张的 我们有一个模块 在轻松过关一里头 那是呢 这个关于采购于付款循环的重大戳破风险的评估 我们要把它放到第三节 放到第三节里来 因为他在这个第一个模块里来考上 我们第九章 第十章 十一章 十二章 都是这么一个道理 对吧 风险识别和评估都在本章的 比如说 我们第十章的就在第三节 这个考点在第三节 所以我们把历年经典主管题当中的 综合体的第一个模块 放到第三节 点对点 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知识点以后 他的题目怎么来设计 对吧 好 第一个模块 那我们知道综合体来 老师给大家把它切分的模块化 他的资料一结合资料二 是风险评估 就是我们第三节的评估 重大出发风险 评估呢 他的思路就要告诉我们 非财务信息 非财 我们简称非财 然后告诉我们财务数据 那么 他要求我们根据资料一的 非财务信息 对比财务数据来找 他有没有矛盾证据 如果有矛盾 那就表明存在抽暴 如果没有矛盾 那就表明没有重大抽暴 基本的逻辑 我们一路在给大家揭秘 第九章第十章 十一章都是这个节奏 好 那我就 我们就来看 在第一个模块 风险识别和评估当中 我们来看这个 2022年官网公布的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当中 涉及到我们采购与付款 这个业务循环当中 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一章来了 请看这个题目的大背景 我们从第九章第三节 讲到了综合题 再到第十章第二次 再讲这个综合题 在十一章还要看综合题 那么我们九十十一的 每一章的第三节 都会讲到第一个模块的综合题 各位同学 第一个模块综合题 它一共有四个模块 是不是 我们就对综合题呢 我们就把它化正为零 放到各章 因为它的知识点是来于各章 我们就化正为零 采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应对 第一节 OK 好 先来看本章的第一个综合题 上市公司 假公司 是我们事务所的常联审计客户 他在讨论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就是我们ABC事务所 承接了假公司 比如说 这个是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 各位同学呢 我们事务所承接了委派项目组 比如说A住的会计师 负责这个项目 各位同学 那么我现在审计的是假公司 假公司在第十章 采购与付款循环当中 它向谁采购呢 它肯定是向它的供应商 对吧 供应商 这个供应商 假定是批公司 咱们在第九章讲过 第九章是假公司 我审计的是假公司的财务报表 假公司呢 我审计它的销售与收款又循环 假公司就把产品卖给什么 假定我们说W公司 那么W公司就是它的客户 P公司就是它的供应商 对吧 那么这个综合题呢 它又会讨论 三个问题 第一 我ABC事务所成绩 假公司A数字会 就是负责假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那么在第九章 讨论假公司销售产品和劳务 就是这是W公司 是它的客户 第十章讨论 假公司向它的供应商 P公司购买这个产品 或者原材料 那么在第十一章 讨论什么呢 第十一章就讨论 假公司的什么 假公司它讨论这个问题 生产与存货 那么假公司 把购买的原材料 领到车间进行加工 加工完了以后怎么样 入库 这是材料 这是生产 这是产成品 然后从原材料的领用 到车间里的加工 再完工产品验收入库 那么入库了以后 当然就到了第九章的销售 所以你看一下 我把这个综合题 它为什么这么粗 你要还原 我们综合题是考 这个风险识别评估 应对的应用 怎么应用 怎么综合考察你 你就把它放到一个现实的工作 我们的题目就在这里描述 ABC事务所承接 假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 现在我们讨论的是 讨论的是采购这一部分 他当然他说有研发生产销售 对吧 研发生产销售 好 我讨讨讨论第十章是采购 采购 向谁采购呢 大家看假公司向它的供应商采购 这是一个画面给大家 第九章是假公司销售 这个W公司是他的客户 第十章就是我们本章 谈的是采购 那P公司是他的供应商 第十一章呢 他就是自己在内部加工呗 就是生产与存货 对呀 是不是 共产销 对吧 就这个逻辑 所以综合题 资料一结合资料二 他就要放在九章十章十一章 综合题来考 我们只不过现在把它化整为零 好 这个熟悉了吧 因为我们学习是不断的归纳嘛 给自己一个交代 好 资料一 资料一 我了解的 被审计单位假公司的机器环境 了解的这些内容 是被审计单位的非财务信息 对吧 好 对于采购这一章呢 他有两个事项 我们把它放在这了 再给了我们什么 跟我们采购这一章相关的财务数据 我们拿出来了 然后综合题就问我们 根据资料一 结合资料二 指出资料一 资料一是什么 就像这个内容 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解剖麻雀 解剖一只麻雀 解剖两只麻雀 有的同学说 我解剖一只青蛙 我解剖一只小白鼠 可以 这是一个打比方 不是真的去解剖 我每做一个题 我就告诉自己 对吧 好 根据资料一 结合资料二 指出资料一 资料一是什么 谁财务信息 他说指出资料一的事项是否可能表明存在重大错报 这就是我们审计第一个模块 就是风险视频和评估的一个逻辑 对 好 那么他问问题来有三个 第一 问我们是否表明每一个事项 比如说 这里的第四个和第五个 你就对比财务数据 是不是表明存在错报 回答 明确的回答 是还是否 如果是的 你就说理由 否你就没有必要说理由了 对吧 如果认为可能存在 你就说理由 就说 是不是 你要诊断 是的 那你就说 why 为什么 你为什么说 他是这个 得了这个病 是这个病情 然后呢 你就说 什么认定 what 这就是我们风险识别和评估了 是否就是识别了 评估 就是理由和 这个认定 好 那么你在考场上 综合题 一个题目 分模块 资料仪结合资料 就填第一个表 它就是三件事 一 是否 你如果说是 你就填是 如果是 你就说理由 如果是 你就说认定 然后就填这个表 对吧 这个表 它也是有逻辑的 这里的四项 是资料一的 资料一的 好 通过第九章 再到了第四章 我们一个一个的解 对吧 好 我们来看 这第一个题里面 是2022年的考题 我们来看 涉及到本章 有两个四项 你根本就没办法知道 他会考什么 对吧 你只有一个个的看 而且你在考场上 你是孤独的 你现在就要训练 是吧 在基础版 我们就开始训练 你在考场上 你一个人是很孤独的 那我们现在 大家看 这第一个 第一个 我省计的是哪一年 时间是很重要的 各位 他省计的是2021年 老师跟你特别涂颜色 我省计的是2021年 对 但是他这个四项 谈的是2020 没关系 你就要注意时间节点 他说2020 2020年假公司承担了一项国家重大课题 研究项目 这个很正常 对吧 很正常 假公司承担了一项国家重大课题 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建现代化农业 对吧 有的公司研究什么 研究这个品种或者是肥料 国家的重大课题研究项目 这个公司 这句话肯定没问题 什么时候承接的呢 2020年 然后呢 但是他我们省计的是2021年 这个时间一定要注意的 时间帮助你思考 你有清晰的思路 等于说这个重大的课题项目 一年肯定是搞不完的 我2020年承担的 现在到了2021年 他说2021年呢 6月份收到了科研经费2000万 好 我们可以就看一下财务数据 财务数据就显示了什么呢 开发支出 国家重大课题 一共5000万 这个还有一个2000万在这里 贝斯尼单位确认了一个课题补助 你看题目就告诉我们是课题补助 对吧 这个国家重大课题是5000万 但是资料也没告诉我们不影响 好 但是这个2000万呢 是科研经费的 他作为科研经费的补助 那么这个补助 现在考试的时候 你就问自己 这个科研经费补助 我应该寄什么 是不是一次性全部寄到其他收益 其实 这就是重点 他在讲一些鬼故事 你就要把这个本子给他揪出来 好 再来看后面一句话 他说该课题完成归甲公司所有 委托你开发的 对吧 然后呢 国家给钱你了吗 并将用于甲公司业务 是你开发的 是你去申请了国家的这个项目 对吧 比如说国家有一个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有一个社会科学基金 就相当于你申请了这么一个 中了一个自然科学基金 这个项目是有一大把钱的 好 那么并用于甲公司业务 没问题 国家根据需要 可以指定第三方使用 这个就是后面有这句话 那么这句话 肯定没问题 但是他把2021年收到了2000万 一次性全部寄到了其他收益 我们知道 那么这个科研经费啊 各位同学 这个整个的科研经费 是与资产相关的政策补助 那么你不能一次性寄到 其他收益 你要地盐 所以当期你这个其他收益就多了 你应该有一部分做到地盐收益 这个问题呢 有一点像研发费用 对吧 研发的 研发的 就是我不说国家课题 就是技术研发 国家给你的研发补助 也是一样的 好 请大家看 他一次性2000万寄到了当期的其他收益 错在这 应该是什么 与资产相关的 你本期只能寄多少 寄一部分 那么还有寄一部分地盐收益 就错在这 好吧 好 这是第四个事项 好的 那接着咱们来看第五个事项 我们审计的是2021年的财报 2021年的财报 但是在2020年的12月签了一份办公室的租赁合同 请注意 好 那合同开始日是哪一天呢 就是我们审计的2021年的1月1号 OK 租金这一年的租金合同吧 有合同300万 租期合同说一年 OK 那么贾公司拥有四年的续租选择权 好 这个四年的续租选择权 这里有一个玄机 小心 如果是租一年租金300 那你做一个账就够了 对吧 但是呢 他有四年的租金选择权 另外 这个新的办公室啊 是半年以后才装修完成 他意思就是说 我租的是一个办公楼啊 他嫌他比较破旧 他进行了装修 到7月初交付使用 装修费是多少啊 就是500万 大家注意 01年的租金是300 他这个装修费是500万 请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真的是租一年 你会这样做吗 我们说那是不可能的啊 好 我们来看财务数据 财务数据显示呢 这个新办公室的装修 有一个长期贷款费用 就是说我一次花了500万 那大家注意啊 他在这个2021年底呢 还有450万没有摊销 这个450万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500万看一下 他是 一次花了500万 是在2021年是半年 他半年了以后 他给他摊到50万 那你500万 半年是摊到50 那就说明一年是摊100吧 对吧 对 那你一年摊100 那是不是要摊五年呢 你说是不是 你看这个450 是不是这样啊 你看这个是新办公楼 上一年是没有的 本期呢 年底还有450 你是半年嘛 那就相当于一年 就是摊100万 那从这个来讲 他还有一个续租权 四年 那再一讲 实际上 他是要 从这个 还有 长期贷款 450 没有贷款 我们反推 反推 他实际上租期不止一年 不止一年 虽然这个合同没签 他给我们说的合同是一年 但是租期是不是一年 那野外之一是什么 你既然是五年 不止一年 你的使用权资产 你是零 这个肯定就不对 还有 从给我们的财务数据看 他没有租赁负债 他只是把这个带摊的 长期带摊的 在账上确认了 那很显然不对 你的使用权资产是零 这个你要确认 使用权资产 同时要确认负债 那就是这个 从450 暴露了这个破绽 长期使用权资产是零 进一步告诉我们 他激估了 好的 那我们答案怎么表达 请看 这个首先 他目前的合同是一年 对吧 实际上不可能是一年的 不可能是一年 通过450万 我们反推 那你就应当确认 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但是使用权资产是零 那我们就说 他扫记了 扫记了 这个错报连同另一个错报 租赁负债 你就扫记了 Yes 所以我们从 这个资料5 我们又可以看出来 我们从哪里 作为切入点 实际上你不能脱离生活 租赁的问题 是吧 租赁的问题 不能脱离生活 我投500万装修 难道我真的只住一年吗 这是不可能的 你就从这个500万 入手 反推 你就应该不止一年 那你不止一年 你的使用权资产就不能是零 对 OK 这个理由怎么写 我们的项目怎么写 来我们理解 然后模仿 就是说一个题 一个题的 我们这么模仿 Yes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也是2022年代 大家注意 是考生回忆的这个 一个题目 我们把考生回忆的这个内容 放到这个模板当中 放到这个综合题的模板 他这个题也是ABC事务所 ABC事务所 因为综合题只有一道题 它的背景就是前面一段话 对吧 所以大家在考场上 看综合题打开 就是上市公司 假公司是ABC事务所的常联客户 我都知道 这个题的出题思路了 对吧 好 ABC事务所 审计假公司 哪一年呢 一定要看年度的 因为他后面的故事 有时间节点 一定要看年度 好 他说是2021年度 OK 然后 我们A住者会计 是委派到这个项目 好 现在呢 我们综合题刚才讲了 资料一结合资料二 是吧 资料一 好 结合资料二 但是在这个题目当中 涉及到第十章 采购与付款的呢 就一个思想 他说2021年 因为我审计的2021年 他说2021年1月 其实这个时间是很讲究的 一定要看时间 2021年1月 假公司聘请某明星 为产品代言 你看这个广告 什么代言 这个我们都很知道 这个很清楚吧 没问题 就是公司的产品 请明星代言 这个事工见怪 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也非常的八卦 他说这个明星 这个形象受损 他的整个的一个人设 出问题了 甚至是已经要封杀他嘛 人设崩塌 请明星代言 真的是要小心 对不对 你这个明星 他的人设崩塌 你这个公司的产品 真的是形象大损 确实是有这样 好 那么这种题 还放到我们审计当中来 给你 要你来分析 然后呢 我们给这个明星代言呢 一次性支付 三年的代言费 1500万 三年支付他1500万 这是一个合同嘛 对吧 那么到12月份 所以出题专家呢 非常的 这个善良 他一月份 这个 签了合同 到12月份呢 这个明星的人设崩塌 这个曝光 实德行为 是不是人设崩塌 遭到封杀 那还敢代言吗 连夜 给他 把他的广告 下下来 到处都有 这个机场啊 登机口啊 广告 快铲掉 是不是 还有这个 路上的广告牌子 快卸下来 请注意 一夜之间 把这个广告牌子 拆下来 你代言呢 一年啊 一年 一年就是500万 你还有一千万 一千万怎么了 打水漂啊 当然 当然 这个如果有合同 如果你这个 实德 因为导致你 这个代言 时间没到 你要求 这个明星 把一千万退给你 那是另外的事情 对吧 另外的事情 要不要 要 但是这个题没说 没说 好 所以我们一看 这个应该 一千万肯定是不能 确认了 应该作为 销售费用 或者是 资产减值损失 他已经 不能挂在 长期贷乱费用 这个题 大家就要知道 怎么来确认 是不是 因为这个明星 遭封杀了 他代言呢 就没有价值了 然后呢 你多记得 长期贷乱费用 这个肯定就不能 一千万都变成零了 一分钱就没有用了 是不是 你所有的广告牌子 都拆下来了 很借地气 这个题目 接着我们来看 第三个例题 好 上市公司 假公司 是我们的常年客户 主要从事 医疗器械的生产和销售 我们承接这个业务以后 A仲值负责 2020年度 2020年度的财报审计 好 资料一 我们说是非财务信息 结合资料二 来提出问题 问我们资料一 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事项 跟采购与付款相关 是否表明存在错报 yes还是no 如果是yes 无外 然后呢 然后如果说 理由以后 什么认定 诊断 他的逻辑是很清楚的 那我们重点就看 资料一 这个事情在讲什么 看 我们审计2020年 假公司的财务报表 他就讲到了2020年5月 再有一个2020年末 时间很重要 时间要帮你去判断问题的 2020年5月 贝斯尼单位假公司 与一个大学合作研发 一项新技术 产学研结合 这也是国家的一种战略 产就是企业 学校机构 研究机构 你看 企业学校研究机构 结合 这是国家的一种 创新 创业的一种战略 咱们也要接地去 刚才的2020年的题呢 他就说 与一个公司 国家给你一个重大的课题 是跟企业结合 那这个题呢 就是跟什么结合呢 跟学校结合 总的来讲叫 产 学研究机构结合 产学研结合 咱们也知道这种 国家的战略嘛 好 那么假公司与这个大学 合作研发 一项新进数 这肯定没问题 对吧 好 预付研发费多少呢 预付啊 预付研发费用呢 三千万 预付 预付没问题 对吧 好 2020年末呢 这个项目啊 进入了开发阶段 等于说 你还没有研究完成 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要确认费用 是不是 哎 他一分钱的费用没确认 他预付的就挂在账上 被审理单位假公司 啊 与丁大学合作研发 一项新进数 他预付的是什么 啊 就是说借 预付账款 代银行存款 他就挂在账上 那你在2020年5月份 到12月31号 你要发生的一项费用啊 他费用没确认 大家注意 他就做了一笔账 什么呢 借预付账款 丁大学 带银行存款 3000万 挂在这里 到12月31号 一分钱也没有确认费用 那这样做账 肯定划得来啊 那被审理单位假公司 资产没减少 他资产还是有3000万 费用一分钱都没有 那利润就多了 那这个账 预付账款的问题 咱们在实务当中 在财务报表 审计的实务工作当中 预付一个合同 一个研发 或者是一个项目 你的个预付款 预付了3000万 一直在年底 还挂在账上 这种做账是漂亮极了 他可以夸大利润 对吧 因为少借了费用 那这个我们是 住的关系 肯定是要看的 所以应该怎么借 他收到的时候 他是借预付账款 丁大学3000万 带银行账款 那么我到年底的时候 我要确认一个完成的进度 我就要借研发账 预付账款 假定你当期 你花掉了 就是说当期确认的费用是2000万 那你就要借研发2000万 带预付账款 这里只能变成1000万 所以你这个地方就多了 这个研发费用就少了 他就要做一笔账呗 会计里面 是吧 好 那么预付就多了 研发费用就少了 这种账务处理 对一个公司去夸大利润 那是非常 这笔账挂在那里 是非常的 效果好 效果是大大的好 好 那么肯定有错报 是不是 理由是什么 你没有确认 你从5月到31号的 研究进展情况的费用 你没有确认 是吧 你没有确认 扫记了什么 这个多记扫记 是你诊断问题的方向 一定要说清楚的 你不能说研发费用不正确 不行 你要么说扫记 要么说多记 对吧 要么他没有错报 你不能说研发费用 存在风险 No 一定是扫记 还是多记 要说清楚 比如说我带着大家来看 比如说第一个题 我们现在看你在答题的时候 你来注意扫描一下 第一个题 好 刚才已经讲解了 你在答题写这个理由的时候 你一定不能含糊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 这个政府补助 你就要说到什么 你不能说 其他收益和地盐收益 确认不正确 这是不可以分离的 你一定要把方向说出来 多记了什么 其他收益 少记了地盐多少 第二个题里面 刚才讲了 你这个明星已经被拉黑了 是不是 明星已经终身在中国境内不能混了 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对这些艺人 这些网红 国家是力度非常明确 态度太清楚了 直接封杀 一辈子好像就出不来了 所以我们说 他多记了长期代弹费用 有的同学说 可不可以再加一个少记了什么 可以 你多记了长期代弹费用的意思 就是说长期代弹费用 已经变成了铃码 你要么作为销售费用 作为资产减损失 因为你在这里 他的财务数据里没有别的 你看 他财务数据里还把一千万挂在长期代弹里面 他没有别的项目 你可以只说长期代弹费用多记了 你在这个认定里面 诊断的病情里面 你写清楚 这注意答题的时候 你为了得分 你把该得的分要得到 比如说刚才讲到了 这个研发 你要有费用了 他没记 所以我怎么说呢 存在少记研发费用 一定要把多记少记这个方向 态度一定要明确 对吧 不能在这里含糊其词 就说不能说研发费用不正确 不可以 你这样做就有点混分数 混不到的 看一个题两个题 我们怎么理解 怎么思考 怎么答题 怎么把那个分数拿到 对吧 不能怎么把那个分数混到手 混不到的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题 大背景 大家越来越熟悉 这是大背景 大背景 它实际上是有画面的 在本章 我就不再给你重复了 下面来看 第一个模块 就有资料一 了解的非财务信息 资料二财务数据 然后让我们诊断 yes hello 有病吗 有 why 为什么有 是什么病 它的逻辑就是 风险识别和评估的逻辑 就是这样的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事项 看第四题的第一个事项 我们审计的哪一年 2018年 注意这个年度 2018年 我审计的就是2018年 Basini单位甲公司 在这一年 由于竞争对手改进工艺 竞争对手改进工艺 改进生产工艺 生产工艺是啥 中国人看中国字 生产工艺 那么大幅提高产品质量 我们被审计单位 这种产品 就是被审 我们的竞争对手改进工艺以后 让我们这个地产品 就躺平了 对不对 躺平了 把引号 我们这个地产品 怎么了 卖不出去了 这个现实当中 时刻都在发生 对吧 好 2018年 由于竞争对手改进 生产工艺 注意 这里有一个玄金 待会揭晓 那么 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请注意 那请问这个工艺 它的一个专有技术 那就一夜之间就蒸发了 没了 这个专有技术就废了 因为它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我们被审计单位 假公司的地产品 直接躺平 注意 审计的题和会计不一样 你一定要去找矛盾 结果财务数据显示呢 请看 第一产品 上一年 它的毛利率和本年的毛利率 比 我们看得出来 这个下降吗 它告诉了我们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我们当然在我们的心里 马上就有一个毛利率的概念 好 然后它的专有技术 就是这个无形资产 你这个专有技术 废掉了 它的重要的问题是 这个2500万要减值 生产地产品的专有技术 直接废掉了 躺平了 他赢 那是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无形资产 少计题的减值 是不是 无形资产 少计题的减值 无形资产的金额 期末价值减少 这个错报连同另一个 就是资产减值损值 对不对 因为你订单锐减 这个技术出现了什么 减值吧 一个离毛利率在下降 你这个专有技术就废掉了 扫记了什么 无形资产减值 为什么你知道扫记了 初级专家非常善良 他在告诉你 信息 比如说我这个无形资产 3000万 他上一年3000万 今年呢2500 就说明我今年 贪消了500 贪消了500的意思 对不对 那么我没有 具体减值 这个2500万 他的照明价值 要发生了 大额的减值 他没有具体 就是说了半天 就是为了说这个 对 好 那么审计的题目 你就回到审计的模式 只要你看透他了 他又很简单 好 接着来看第五个事项 我们审计的是 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 2018年9月 注意时间很重要 9月 好 这个9月到12月 31号 时间就不多了 对吧 他的意思 9月 我甲公司委托 丁公司研发 一项新技术 产业 产学研结合 产学研究机构 结合 被指引单位 甲公司委托另一家公司 这一家公司 可能是一个研发机构 帮他研发一项新技术 这个无可厚非 这句话肯定没问题 是可以的 好 甲公司承担 研发过程的风险 并享用 并享用研发成果 等于说这个乙公司 相当于是一个研发机构 乙公司 甲公司呢 他没有这个研发团队 和研发的能力 研发的这个 能力 甲公司没有 这个叫什么呢 大家注意 这叫借机下单 借机下单 你们就查一下 它是一个成语 借机下单模式 借机下单模式 好吗 就是说这个乙公司呢 是一个研发公司 很正常嘛 比如说有的公司 他要把他的 这个 搞财务共享 他就要委托 乙公司来帮他搞 借机下单嘛 他这个乙公司专门搞这个研发 搞这个技术的 举例 这种情况呢 先我们要把它 就考场上一个题目 我们用松空的金箍棒 一下子把它打回原形 现实当中是什么情况 我懂了 我长知识了 懂了 好 这后面 大家来看 我既然是 这个风险和研发成果 都有你 假公司 相有 那我乙公司就帮你呗 借机下单呗 对吧 好 那委托合同 一共是5000万 合同生效日 付了40% 就付了2000万 付了2000万就 借预付 带银行成块 做了一笔账 那么他说成果完成以后 再付剩下的3000万 好 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呢 9月份 好 在研发 这个项目到2018年底 完工进度 30% 那你要确认 30%乘以5000 你就要确认 当期 研发费用 是不是1500万 对吧 如果你确认了 OK 你确认了吗 没有 他挂账 你看 这个是重复考 因为你挂预付 是漂亮极了 因为你费用是零 知道吗 你费用是零 那么你就怎么样 利润就多 对于上市公司 要夸大利润 但是为了偷税漏税 他就付款里面 本来 本来只 当期完工只200万 他寄 他寄 什么 1800 他就多寄 1600 多寄1600 的费用 是不是 那就偷税漏税 所以这个 预付项目 在这里 他2000还挂在账上 我什么时候 签的合同 九一份签的合同 到12月31号 我应该发生了 1500的 1500万的研发费 他没有确认 因为你这个项目 你只是委托 一公司 帮你来研发 所以就是你当期的 研发费用 大家把这个 一看就懂了 搞成一个模式 我知道了 往后再出这种题 我就九一反三 对 好 那我们说 很显然 这个研发费用 少了 你预付款 你挂2000多了 多寄 你看 少寄 一定要说 方向 方向就是多了 还是少了 不能说 研发费用 不正确 有错报 不能说这样的鬼话 一定要说清楚 诊断病情 这才是诊断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五题 大背景 各位同学 就越来都是老司机了 越来越熟悉 是不是 好 综合题 资料一 资料一 结合资料二 属于我们综合题的 第一个模块 它的逻辑是 风险识别和评估 对 好 那么在我了解 贝斯尼单位 甲公司的内容当中 有一个事项 请看 有一个事项 这个事项 也比较搞人 也比较 很雷人的事情 什么呢 我审计18年 18年国家 税务总局 出台了一个规定 为了鼓励你创新 现在国家 为了鼓励创新 这个 力度还是挺大的 比如说 研发费用的税前抵扣 有50% 提高到75% 就是一个税收 优惠政策的改变 那么这个改变 住宅快递是挺坏的 那改变怎么了 难道就 贝斯尼单位就有问题吗 住宅快递是要关注 一个政策的改变 可能给贝斯尼单位 财务高标 那里面就可以重大策划风险 这是妥妥的经验 知道吗 比如说上一年 4000万 今年 是 翻倍转弯 9000万 那作为住宅快递师 作为你在考赏上 你傻傻的就要想 这9000万多了 为什么呢 你把其他的费用 都放到研发费 你税前可以抵扣啊 对吧 所以这个研发费 我就认为没有那么多 是因为这个 税前抵扣的比例增加了 这个人性啊 我不说什么 人性的弱点 知道吗 人性的弱点 所以我们就 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福 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 这个9000万 我认为不认可你 我先要把你诊断成 多计 到底你多计了没有 我再去做细节测试 我先诊断你 我再去应对你 知道吗 有这么个意思啊 你不能说 真的 也许被你单位 真的投入了 但是我 我现在是评估啊 我评估 我要保持职业怀疑 我不能相信 这个偶然的 那么好的巧合 知道吗 所以 人性的弱点 你做审计的 资料仪结合资料 你要搞风险 识别和评估 你就要综合运用 这些能力 你要说有多大的道理 没什么道理 就是你的临藏的经验 你的职业责任 你的职业的特点 就是保持职业怀疑 知道吧 审慎评价这些信息 好 大家看 就判断 是否假当 why what 我们说 研发费用 多了 为什么多了 因为你的 税前扣除的 比例的上升 你的研发费用 大幅上涨 你可能多进 我没有说绝对 我现在是诊断 你这个 指标高了 对吧 可能多进 所以你这个不是学会计 搞定的 审计的题 是要有一些会计基础 但是你会计是怎么去做账 确认这两列报 审计要你分析的 有会计基础好 当然好 不好 不着急 他需要你又要用 你要来一种分析 你来破案 对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六题 第六题呢是2018年的考题 所以他的题目的背景里面 写的是2017年度 大家在看这个立题的时候要小心 我们这个题呢 他谈的是17年度财报的审计 因为是18年的考题 所以在综合题 资料一结合资料二 资料一呢 是了解的情况 资料二呢 是财务数据 现在大家越来越熟悉了 然后根据资料一结合资料二 据说资料一的是 被审计单位的 经营的管理的行业的 外部的 是OK的 资料二和资料一 矛盾就表明有绰暴的 如果有绰暴就说理由 如果有绰暴要说是 哪个项目多了 哪个项目少了 是认定那别 好 这个大家越来越熟悉 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个四项 在这里呢 我们审计的是2017年度 但是他这个资料一的四项 处理专家非常的厚道 他写的时间 大家看都很微妙的时间 第一个四项就是这里的 2017年 12月30一号 甲公司一亿元 购入了丙公司 40%的股权 对吧 持股比例达到40% 那么可以采用权益法和尚吗 没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不是采用权益法 我们看一下 你花一亿元 我们从这里看 你花一亿元 但是你现在长期股仁投资 就是按权益法 他就是有1200的 这个投资收益放到这来了 那请问 你是哪一天购买的 你这就是报表日 你就是这一天购买的 你这一天购买的 对吧 你应该是购买了以后 你才能够采用权益法 他购买当天 是不是 就持有 就享受了 就从这个数据就看得出来 这就多计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有购买以后 投资之后 你才能采用权益法 你当天就购买 就已经确认了 这是一个破绽 第二个呢 他说假公司持 他的约定是这样的 假公司按持股比例 持股比例40% 享有品公司 至评估基准日 6月30号至购买日的 但是你 你就是当天购买的呀 那你这个不应该确认 投资收益啊 他那个时间已经 写的那么精准 所以这两个都是多计的 对吧 多计了什么呢 多计了投资收益 多计了长期过程投资 对吧 那这个大家就要看时间 看了时间就已清楚 如果这个地方写一个 写12月1号就不好说 知道吗 他写的是12月31号 你这一天购买的 你当天购买 当天就作为权益法 就享有了1200的这个投资收益 所以这个时间是关键啊 好 第二个事项 各位同学看一下 他没有写12月31号 他是写12月份 看到吗 甲公司与非关联方 丁公司啊 签订一项书 不是合同 是异项书 以3000万元价格 向其转让一批 旧设备 好 在18年1月份 这个交易 你这个异项书 就是我们正在 有这么一个合作的异项 才批准 等于说交易在17年 12月31号是没有 只是一个异项 这个事情在谈 对吧 并没有签合同 这个转让并没有发生 好 我们看财务数据 他在12月31号17年 并没有发生 他就把他作为了什么呢 持有代售资产 对吧 应该这属于一个分类 那他还是一个固定资产 你不能作为持有代售资产 而且呢 这个 他说了是一个旧设备 你把固定的原价 直接作为了 持有代售资产 这个本身就不能放在这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是个旧设备 你只能 你即使就有异项 也只能三千万 可是你放在 持有代售 你是放在四千二 实际上你已经减值了 对吧 实际上也要有减值 对不对 你应该放在 还是放在固定资产 然后要具体减值 通过你可变现的情况 你少记了减值 好 大家看啊 他放在持有代售 肯定滑得来 因为他就可以不具体减值啊 大家看啊 三千万 你账面价值 他根据他转到持有代售是四千二 那证明 有一千二的减值你要具体 年末要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这个固定资产我要转让 那么我们讨论的价格是三千万 这个意向就说明有一千二百万的减值 所以少计了减值 多计了持有代售 对吧 还是应该放在固定资产 他就是说这两个啊 这两个你不应该借 你应该还原 借固定资产 持有代售不应该借 同时呢 你固定资产要减值一千二 自然减值 省市减值一千二 所以为什么写四个项目 是由于不能作为什么 不能把固定资产 作为持有代售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根据你准备销售转让 那么有一千二的省市 你要记停 少计了减值省市 多计了 多计了持有代售资产 那么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啊 你看啊 你这个多计了 另一个就少了 你少计了减值固定资产 这金额就不对 所以虽然写了四个项目 大家要分两块 这是一块 这是另一块 这就属于 你少计了资产减值损失嘛 一个错报连同其他错报 你不应该放在持有代售吗 一个错报连同其他错报 写在这里是一堆 但是在你的心里面要知道 这是两件事情 是的 好 在第十章第三节 我是评估重大筹报风险 按照教材 第七章第三节 和第七章第五节 第七章第三节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可能会带来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这是了解 第七章第五节 我要评估重大筹报风险 背后的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 还要分别评估 所以这个内容呢 他就把第七章的内容 就放到咱们的第九章第三节 也有这个知识点 你看第九章第三节 评估这个各类交易 账户余额的重大筹报风险 之后第二个考点 就是评估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 还有第十章第三节 就是本节现在讲的 但是在这里写的东西 没什么考点的 评估固有风险 我肯定要评估 只要评估固有风险 就是两个维度 一个是发生的可能性大吗 好 影响程度大吗 而且要综合 他们之间要有交集 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可能性是A 影响程度是B 我可能性是这样的 我影响程度是那样的 那等于说总不会发生 就像我们就买一个彩票 我们每天就买十块钱的 看能不能中五百万 每天都在买 但是从来没中过 对吧 它没有交集 所以我们就要综合评估 这里面有两个点 一个是可能性 一个是重要程度 另外 我要看它的综合起来的影响 好 评估固有风险 除了刚才老师讲的以外 他还有一个举例 在第九章第十章都有举例 比如说 我们把这个例子放到 给大家分析 放到这个表当中 大家也对照一下 第九章老师也是把教材的举例 给你放到这个表 因为什么呢 刚才说了 你要评估固有风险 就要评估它的可能性和重要程度 那么 我们教材有一个 有一段话 我就把可能性重要程度 因为你评估固有风险 你就要从这两个角度 然后他们的综合影响 等级是不是最高 如果是最高 就是特别风险 明白吧 当然固有风险的因素 它就包括复杂性 主观性 不确定性 还有其他因素 以及舞弊风险 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 好 这个题目 它说的是这样的 就是贝斯尼当位甲工师 它从事农产品的加工 好 部分原材料 细向农户采购 这个很正常吧 对吧 好 那么农户采购 它有一个问题 有个什么问题呢 它以什么样的形式 付款 是不是 那么它说了 这个 我就采购的时候 付款 采购与付款 我去现金 其实现在很多都是 微信转账 支付宝转账 好 它说现金 我们就说现金呗 所以这个例子 还是跟中国当下的 还是有点不一样 当然也有的是现金 好 于农户交易 多为现金 那么现金就增加了 舞弊的机会 而且呢 以往年度 还存在着白条交易 就是没给现金 我先打个条 给你 你把东西给我 所以根据教材 这个举例 我把它放到这来 有舞弊风险 还有呢 你向农户采购 那个农户很多 对吧 而且呢 价格呢 季节性波动又较大 你在算的时候 又有点复杂 这是贵有风险因素 复杂性和舞弊风险 所以呢 发生的可能性就大 影响程度也大 因为你主要 你的原材量 主要来自像农民 大哥去采购的 你这个影响程度高 所以教材学 就是说 它的贵有风险等级 是最高级 好 看一下 评估固有风险 第七章讲了 第九章讲了 第四章 继续讲 请大家看 固有风险 评估 要考虑它固有风险因素 它固有风险因素 有哪些因素呢 复杂性 主观性 是不是 还有呢 这个 舞弊风险 其他因素等 这是因素 那么固有风险 我要评估 有两个维度 你要评估固有风险 从这两个维度去评估它的等级 等级 你看固有风险 评估要从 可能性和 严重程度 由于固有风险因素 我把固有风险因素 就评估它的可能性和重大性 就来确定它的固有风险等级 所以固有风险因素 我们画在这个表的最组边 对吧 这个固有风险因素 对固有风险带来的程度 A 两个维度 最后它的等级是什么 就是从左到右 老师把它的内在的逻辑 给你放到这个表头 就看得清楚 对吧 好 我们分别评估固有风险 和控制风险 那么控制风险是这样的 评估是有要求的 如果它是 它怎么表达呢 如果注册管理师了解内控 如果注册管理师了解内控 计划测试 这个控制运行的有效 你为什么计划测试呢 它本身就说到了 我了解内控 如果预计有效 根据审计准则 我还得控制测试 所以他说计划测试 控制运行的有效 我就应当评估 那当然了 我了解内控评估OK 我才测试嘛 对不对 当然控制测试以后 这个逻辑永远不变 在我们审计1到19章不变 如果了解内控 预计有效 那么我控制就要进行控制测试 如果控制测试真的有效 还可能没那么有效 对吧 没那么有效 你原来是OK 实际上没那么OK 就这个意思 我要修改 修改 如果说了解内控 预计有效 控制测试真的有效 我就可以少做 反之我就要多做 好 这个道理 前面第七章第八章 老师都反复讲了 他在这里要运用一下 对吧 他说如不理测试 注意 什么叫不理测试呢 因为我了解内控 他不OK 不OK 我就测试啥 我就不测试 那么这个固有风险呢 他就是重大测暴风险 知道吧 就是重大测暴风险 好 这两句话一定要听懂 在第九章第十章 都在重复的 要把七八章的拿来用一下 教材里也有举例 举例了 大家看控制风险 他说比如说 被审计单位 每个月 由不负责应付账款 核算的财务人员 向供应商 寄发对账单 这是我们第十章第二节 在上一讲 老师给大家讲了 就是教材增加了 这么一个内容 是不是 有客户对账单 有供应商对账单 就是被审计单位 加工是有销售 我给客户发对账单 我有采购 我给供应商发对账单 这是一个内部控制 它的一个检查性的控制 它有一个控制的设计 有一个内部控制设计 那么第一 每个月要寄送 寄发对账单 第二 如果有差异 进行调查说明 报给 这个财务经理符合 这是一个内部控制设计 没问题 我了解到了 对吧 了解到而且我们现在认为 这个内部控制设计 还是有效的 为什么呢 它每月末 然后由另外一个人 不负责应付账款的 因为应付账款是采购环节 你不负责应付账款的会计 就是职责分离 然后就寄发对账单 这个内部控制设计OK的 我了解了 好 接下来 住在会计时 就说我了解了 它是OK吗 就是我了解 内控OK 它的意思 那么我要进行测试 对吧 那这种管理师计划测试 为什么你要计划测试呢 因为刚才这个内控 我了解了 是OK的 我就要测试 这种话就是不符合你的习惯 但是现在老师讲了 你听懂 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如果在考场上 ABCD这么说 你还懂啊 对吧 我计划测试改项控制 考虑到改控制属于常规性 就每个月都做 也是常规的 不涉及到重大判断 执行人员具备这个知识 也保持的职责分离 因为你有不负责 应付账管的会计 就编这个对账单 寄出去 有差异 进行分析 报总经理符合 这个内部控制 本身设计是OK的 OK 因此呢 我们认为 它的控制风险 是低水平 低水平就是 了解内控OK 接下来 我要去控制测试 它就是举个例子 说明前面的 是不是 你看啊 如果计划测试 我就应当评估 它的控制风险 如果是低水平 就是了解内控OK 我就要获取更多的 证据说明 它是不是真的是OK 因为真的OK 我后面少做实行程序 就一定要把七八张的 跟这个联系在一起 否则在第九章 第十章 看的这些话 啥意思啊 断掉了 风针断了线 不能断 这就是讲第七章 第八章的 运用于第九章 第十章 风针一定不能断线 断线了 你都不知道 它在说什么 你郁闷死了 对吧 是的 好 各位同学 回到我们第十章 第三集 刚才讲了 评估过有风险 控制风险 这个内容是 为了将第七章 和第八章的内容 运用在这里 特别是7.5 7.5的评估 运用在这 大家理解 然后呢 在第十章的第三集 同学们已经要知道 对于采购与付款 它是 它的风险 对于上市公司来讲 低估 低估负债 就是以 应付账款为例 低估费用 低估当期的费用 所以它的 重大出货风险 在刚才 这一讲 我们讲的六个题目里头 少记了什么 少记了什么 当然有可能 多记了什么 这就要看立体 这一讲 重点是要看 六个立体 一个一个题 一句话 把它搞清楚 感觉是不是这样啊 从第九章 第三集 重大出货风险 第十章 第三集 所以把综合题 它本来的面目 就要放到第三集来 所以老师就把这个 历年经典的主观题的综合题 要放到这个地方 希望在这一讲 大家一定要回头 把立一道立六 这六个例子 起码要搞清楚 要让自己 哦 长见识了 长知识了 举一反三 提高你的 这个考点和 做题的这个能力 OK 好 第十章 第三集 老师给大家强调了这么多 重点 还是要希望大家理解的技术上 看题目 OK 好 这一讲 我们就到这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